請問我丁一鳴有沒有生存 有沒有 一巴掌拍在桌上 氣氛凝重 沒人敢回答 行政院長前發言人丁一鳴 請辭恢復老百姓的身份 音訊被炮轟 還有特權 如果丁一鳴的人要求都沒有要求 你們自己主動提出這個要求 你告訴我這什麼態度 坐在被巡台 是中正一分局長陳明志 這隻嗚嗚回答不出來 還被酸遭外界 看破手腳 你連吊虎離山都被識破 這真的奇怪了 我們警察現在技能這麼差 還原整個過程 29號下午2點半 第一名抵達 4點半擺紅龍柱 4點50分 這輛關鍵的車離開 求證分局卻不證實 車內到底是誰 6點10分 第一名才走 7點後刑事局分局陸續澄清 陳明志不惜PO出副文 被認為大陣仗掩護 犧牲答騙過媒體 陳明志被炮轟到一度 退出媒體群組 侦查隊友告訴那個後面 說等一下有一位要來接受 徵詢 希望他能夠放心 可是他漏了這個登記 坦誠書師的確給了 第一名大大的方便 但陳明志的愛女 在IG上PO文想護航老爸 說第一名根本早就離開分局了 但陳明志說 公寄後第一名才離開 婦女倆說死不一 女兒不斷用粗話砲轟媒體 文章撤下後 又再發一篇道歉文 說都是自己的片面猜測 為罵記者道歉 但又說心疼爸爸希望媒體 秉持政治正確來報導 再度引發爭議山文 陳明志九月才剛接中正一分局長 第一回碰上竹目案件 就因為護航定一名被挨轟給特權 加上女兒提由救火 被外界定的滿頭包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蔡政府官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